国联五路一家饭店业者 21号早上实施更换招牌的工程 疑似因为吊挂不慎挂钩松脱 导致长约15米左右的大型招牌 直接从7楼高掉落地面 所幸当时并没有人车经过 紧召成对向路旁聆听的一辆白色轿车部分的板金车损 马洛边一栋大楼正在设置工程 两辆车在现场作业突然车上的工人往后拔腿狂奔 一道阴影闪过就看见硕大的招牌掉了下来 卡在建筑上差点就把车给砸烂 这些公安事件就发生在花林国联五路 21号早上将近11点 一间饭店请来工程单位替换招牌 却意思因为吊挂不慎 挂钩师做到一半松脱 导致招牌从7层楼高的位置直接掉在路上 又知道这个招牌可是长达数公尺左右 即便部分卡在饭店墙上还是占据了双向车道 试图工程的车辆差点就被砸中 前代对象的小客车则直接被命中 甚至事发前20秒钟才有驾驶经过 要是再晚一点后果肯定是不堪收下 昨天就起意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已经排出状况 可相当巧的是案发地点对面的饭店 过去也曾因为拆除工程不慎 导致整栋楼倒在马路上 让附近民众现在经过都啪啪的 感谢观看